如果说奥特曼是依靠强大的技能来打败怪兽的 那要是遇到一些有特殊能力 例如复制能力的怪兽 遇到奥特曼 无论什么技能都能复制过来用 奥特曼能打得过这些怪兽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能用奥特曼技能的怪兽 以及技能被复制了之后 威力到底强不强 如果说到复制奥特曼技能 那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夜夫 他来自于宇宙中的某一处 没有人知道夜夫的背景 夜夫的外貌无法永远保留 他还拥有着强大的再生能力 即使是被炸成碎变 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组再生 最特别的是夜夫能无条件复制一切外来干扰 并将其复制返还回去 相当于一面镜子 所以这个设定不难看出夜夫的复制能力复制出来的技能 威力至少与奥特曼释放的是同等的 像是麦克斯的马克休姆加农和马库休姆飞标 就是夜夫复制过来的技能 而且只要复制过一次 夜夫就相当于是学会了 就能一直释放 在盖亚中的阿尔九洛斯 因为他体内有着液态变形能力体 可以将身体在液态金属与固态之间来回切换 所以在战斗方面优势很大 复制能力来源于他的大脑 被称作宇宙头脑 能够获取并分析敌人的能力和战力 随后复制并应用于自身 可惜因为金属能量核心的限制 他注定赢不了夜夫 因为金属能量核心的功能 是将他体内的液态金属 转化为能源向全身提供 既然是能源 就注定有枯竭的一刻 所以即使阿尔九洛斯复制出来的技能 与原本威力一模一样 但在续航方面是无法与夜夫抗衡的 阿尔九洛斯最后也是死于与奥特曼的对波 值得一提的是 阿尔九洛斯的同族 也就是阿帕台早在盖亚第三集中就登场了 不过可能是编剧还没有想到设定 导致阿帕台只有复制奥特曼外型的设定 无法复制技能 别的怪兽都是靠复制来获取奥特曼技能的 而艾斯杀手是个例外 他不是靠复制才学会奥特曼的技能 而是靠掠夺 艾斯杀手是异次元亚伯人 对艾斯奥特曼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之后 制造出的最强机器人兵器 全身金黄色的铠甲 能无视奥特兄弟的各种光线 在艾斯奥特曼中 他首次登场的时候 用计谋将奥特兄弟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使用胸口的能量核心 发射光线至奥特兄弟的计时器 强行夺取其中的能量 还夺取了相对应的技能 M87 斯派匈姆 艾梅利姆等等 连杰克的手镯都夺走了 在设定方面 艾斯杀手吸取了技能之后 能以相同的威力发射出去 而且在实战中也是这样的表现 在孟比喻斯TV中 他就用相同的技能 与小孟的孟比姆射线对拨 最后与其抵消了 不难看出来威力是一模一样的 作为高斯奥特曼整部剧里的最大boss 卡欧斯头部的复制能力 大伙是有目控度的 在前期的剧情中 为了打败这个在自己统治路上的绊脚石 卡欧斯头部决定要得到对方的能力 因此追击了春野武藏 但武藏由高斯保护 卡欧斯只好不断的折磨武藏 逼得高斯不得不让武藏变身 卡欧斯就趁机附身在高斯身上 成功复制了高斯日冕模式的能力 从连三分钟实现都复制出了 这点不难看出 卡欧斯的复制是百分之百复制的 也就是说对于高斯的技能威力 两者也是相同的 第一次就是因为时间限制的问题 败在了高斯手中 第二次终于克制了时间限制 结果他只能开日面 打不过日食形态的高斯再度失败了 戴拿奥特曼中 古雷格尔人也能释放奥特曼技能 主要是通过他体内机械核心的作用 古雷格尔人能改变身体的细胞 将身体外形拟太变成地球人的外貌 然后模仿戴拿变身 成为假戴拿奥特曼 甚至能模仿戴拿及其形态之间的切换 不过只是皮套的变化 假戴拿并不会因为形态的变化 而变化自己的能力 使用的技能也只有他自己拥有的 所以古雷格尔是空有其表的代名词 通过自己调整来达到威力与奥特曼的技能一样 希伯利特性人在众多的观众眼里 是阴险残暴的代表词 况且他以一己之力 俘获了众多奥特兄弟 但多少人能想到希伯利特性人 也有伪装技能呢 在超级赛罗格斗中 他就曾伪装成奥特之母 打算欺骗并将赛罗变为同像 可是演技太拙劣 一眼被赛罗识破 其中也没有表现出他能模仿奥姆的能力 阿泽就不过多介绍了 最后一位则是黑暗心人巴巴尔了 他的性格极其卑鄙狡猾 伪装能力更是所有怪兽中最强的 因为在首次登场的时候 他伪装成了阿斯特拉 骗过了所有奥特兄弟 还是奥王用火眼金金才分辨出来 早期的巴巴尔伪装能力是真的强 只不过没有体现出复制技能的能力 不过他确实有能使用被伪装者技能的设定 例如欧布中的882 就是威力与正版相差很多 多次出场都被识破 并且被正版击败